好 好 回來現場 我是本土一哥陳昭榮 我是葉純粥 我們剛剛好像也看了一齣本土劇 是 但是那一齣劇也非常好看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市值風暴 率影響快消檔 來影響有效極 看能看變成本土劇完結篇 你想不想看 這段子我們還是讓這個 灌籃高手來講講看 大家好 我們是灌籃高手 我是裡面最帥的 長相最英俊的 劉川峰 剛剛有網友問我說 我旁邊的鬢角為什麼長得這麼大片 其實不是喔 我是倒三角的瓜子臉 看到沒有 真的 這是蝦頭 就是那個陰影 不是鬢角 不是鬢角 你看這裡沒有肉 我這裡哪有肉 這是鬢角 他光打下來 你看我是 三角臉有沒有 倒到 幹嘛 幹嘛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你們要造反是不是 就是我們抵禦隊的陣營就分析過說 我們湘北球隊裡面 就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我就懷疑你們可能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做得真好 一個籃球隊 最重要的就是平均的佔領 很明顯 有一個不安定的份子 正在我們的團隊當中 你打球幸福了 我這個東西要送給你 柴子 你長得好漂亮喔 而且你不只有想法 又漂亮 你真的太完美了 柴子 你怎麼說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怎麼會是這種 你還挺得下去啊 對啊 她很漂亮啊 你以前挺過女神陳妍希 你現在連這種貨車都吃了下去 你根本不是東陳良陳 你是納豆吧 是嗎 她明明很漂亮 有想法 又長得正 身材又好 閉嘴 閉嘴 我們現在在開會 你戴著什麼 你在開什麼玩笑 把眼睛拿下來 真是的 你幹什麼 我們現在在開會 你幹嘛 噁心死了 你怎麼了 笑一個壞掉的熱水器 忽冷不熱的呢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奇怪 這個眼鏡 你怎麼戴上去講話就 柴子 讓我做你的熱水器嘛 蛤 我 瓦斯充足 永不斷電 恆溫 我就知道 除了她 還有另外一個人欣賞我呢 柴子 欸 醒一醒啊 對啊 你怎麼了 你怎麼搞的 你不要侮辱我心目中的女神 我愛她 好 柴子 你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 真的 跟我在一起 不行 我看不下去了 啊 鬼啊 欸 你怎麼也是一個 會感的熱水器呢 就這個眼鏡 戴上去之後 有問題啊 怎麼可能 原來是演技的問題嗎 不是嗎 是不是真心在愛我 哇 孩子 哇 我 我太陽能發電火力全開啊 就是我做你的熱水器嘛 哇 真是太好了 原來我是一個人間人愛的才智啊 所以這個眼鏡真的有效 你看 她戴上這個眼鏡之後 就情人眼裡出 其實連這種女鬼都看成是她的女神 怎麼停得下去 而且你看她現在看她的眼神 這麼多人愛管 這麼多人愛管 她現在這個眼神 她巴不得把它吃下去 然後她現在雙手就想把她的臉捧起來 然後她的臉慢慢靠近她的臉 然後她把舌頭伸出來 她好像搞不想把材質切下去 對 就很雙頭接近 真的耶 真的耶 你看 會不會這個眼鏡呢 神力的眼鏡 就像是我們現在 八點檔本土劇的這些觀眾 粉絲們 他們戴上了這種眼鏡之後 看這個戲怎麼好 怎麼爛的戲 他們都喜歡 對 就好像那些政治人物的支持者 一樣對不對 他們只要戴那個眼鏡 一個綠色的 永遠支持綠色的 藍色也永遠支持藍色的 支持藍色的 不管他們做得多爛 他們都覺得那是完美 完美的 對啊 所以情人眼裡出現是 你看 她戴上這個眼鏡 她們兩個玩得多開心 對啊 充滿了愛意 對啊 你看她那個眼神 她現在她那個粗壯的雙臂 就仿佛想把她來個新娘抱 完全想要征服她的感覺 對 新娘抱 對 好棒 抱起來好棒 免不了要旋轉 因為旋轉才會浪漫 對 然後你看 她現在那個野獸般的怒口 對 仿佛就說的 我們送入洞房吧 蛤 那她 能不能請赤木鋼線唱 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 不是 她現在心裡最想唱的是 費玉琴的 晚安曲 晚安 晚安 白說一聲 明天見 財子 我是青春的肉體 用你幾個對 喂 喂 所以啊 觀眾 跟政治人物的支持者 真的就是戴了這種眼鏡 這眼鏡不拿下來 他們就沒救啊 對啦 謝謝大家 沒錯 好險的是 剛剛演得太好了 這個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藍莉會脫戲 是因為選民喜歡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那趙曹剛你覺得 對 我想民進黨 我們今天談論是兩個市值 然後那邊不要亂演 不要演什麼東西 然後找這些群羊 然後失憶的政客 也來到現場 還有那個陳婷菲 何龍沙亞 就不要來上節目嘛 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 你這個強迫症的坐在裡面 有講到什麼 有建設性的嗎 我是中天的正台字寶 對不對 我現在向選民報告 每天的民調都在農心 是喔 要告訴大家最新的一個資訊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他說兩塊錢的一個市值 兩塊錢現在能幹什麼 兩塊錢 你給鴨子兩塊錢 你說要親他一下 他給你吐口水 是不是 這兩塊錢 你打電話給鴨子的話 講不到一分鐘就沒有了 是不是 那兩塊錢可以買 七七滷加巧克力嗎 不可以 裡面的花生買差不多 剛剛好兩塊錢 是不是 那兩塊錢可以買茶葉蛋嗎 茶葉蛋買不到 你可以買到茶葉 含兩片 是不是 所以說兩塊錢的市值 所以說證明民進黨 根本就是一個碰轟的政黨 是不是也是 是這個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趙超康先生 你有打電話給鴨子 跟他講說 你要兩塊錢請他一下 是不是 我有打電話給鴨子 說要加入他們那個 WhatsApp 就一加入之後 半夜三點鐘 還在連線 吵死了 我決定要退出鴨子那個WhatsApp 我是這樣講 三點鐘 不適合老人家 再跟他連線 因為會吵 好不容易睡到之後 老人家就 被吵醒再睡的話就很難了 那我想我們今天不要再講 其他的鴨子的問題 因為鴨子根本不是 所以是你講出來鴨子的問題 還告訴我們他接吻的行情價 我要講說 將來民進黨 可能就會推出 兩塊錢的米酒 兩塊錢的車子 兩塊錢的房子 那最好兩塊錢的房子 一出現的話 扣奶心會去買 因為扣奶心最近在找房子 如果說你有好的房子 你不是太貴的話 請打電話給扣奶心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民進黨政府 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抹黑 所以說民進黨 是一個抹黑的政府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謝謝大家 所以民嘴就是民嘴 講了一頭腦股就是說 民進黨是最會脫棄的政黨 其實不是 藍綠都一樣 你沒看到藍營的脫具 到時候你就看到 距離大選還有四十幾天 應該還會有完結篇出現 我們進廣告 好 很快喔 節目又快到了尾聲 讓我們讓陳寧飛來做一個總結好了 好的 由我來做總結 我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今天我們講鄉土劇 也就是呢 歹戲脫棚的這一些 演得又抽又長的鄉土劇 我認為國民黨最像鄉土劇 因為國民黨一天到晚呢 就充滿了鄉土劇的成 裡面的元素 第一個就是 鄉土劇就喜歡變臉 喜歡face off 變過來變過去 一個人可以演好幾個角色 永遠都翻臉不得騰 國民黨今天也是嘗到這樣 翻臉不得騰 吳敦玉才說什麼 放那個無心價是可以得諾貝爾獎 現在大家都放無心價的時候 吳敦玉又說 喔沒有說過這個話 沒有再回事 是不是一種不負責任 是的 而且 鄉土劇裡面呢 最喜歡驗DNA 來不來就驗十幾次DNA 國民黨也很喜歡 艷人家的國籍 只要一有對手 就要艷人家有沒有美國籍 但是馬英九 你自己有沒有美國籍 你從來都沒有說清楚 現在 好不容易四年要演到完結篇了 還要跟我們來拗說 完結篇還要再一次 再給你們四年 所以國民黨才是真正的歹戲脫棚 我們觀眾不要被國民黨 當成是北七 當成是白痴 當成是笑耶 我們不要看這麼爛的戲 直接讓他下黨 謝謝 好 其實民進黨口口聲聲說 國民黨是外來政權 那本土劇 是本土自己的劇 那應該是你民進黨 對不對 他們是用國語 在演本土劇的精神 所以你們學也學不像 趕快下黨 謝謝 你們那些發言人 是不是 抹黑馬總統說去見主頭 結果現在呢 一個一個都躲起來 自己還跑到澳門去 所以說民進黨是一個 很爛的市場 是不是這意思 你看看喔 他們兩邊吵來吵去 像不像 又在演本土劇的完結篇了 而且呢 為什麼會歹戲脫棚 因為 還是 總結一句話 因為選民想看嘛 那你不想看的話 他們就不會再演下去了 但是呢 你不想看 硬是每天媒體 硬是要你看 你也是在無可奈何 所以說老百姓最可憐了 趕快大選結束吧 讓我們老百姓好好回歸自己的生活 謝謝大家收看 評論時間 全民最大黨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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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